我们来看第三阶段 评价样本结果阶段 那评价样本结果阶段呢 和我们控测试是类似的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推断总体的错报 看看推断的错报是多少 第二要考虑抽样的风险 第三要考虑错报的性质 最后形成成绩的结论 首先我们来看推断总体的错报 推断总体错报这块呢 需要掌握啊 这块容易考主观题 我们应当根据样本结果 推断总体的错报 这个地方要注意和我们 控测试做一个对比 因为控测试 我们算出了样本的偏差率 它就是我们总体的最佳估计 要不要再单独算总体的偏差率 不需要算了 而我们这个细节测试呢 要根据样本结果来推断 总体的一个错报啊 这里要特别注意 注册看你是不能根据未回函的 消极的函证 推断总体的错报 这个消极的函证 它是我没有 没有收到的回函 我就认为你没错 但实际上 没有收到回函 可能有多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 有可能对方压根没有收到函证 对吧 第二种原因是 收到了 但是对方没理会 第三种原因 才是 他认为这函证上的数字 是没问题的 那由于有多种原因 我们不能因为 注册会计师没收到回函 就认为他的寒证 结果一定是可以确认的 好 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推断总体错报的方法 那我们根据样本当中 发现的错报金额 估计总体的错报金额是 我们可以使用比率法 差额法的 你看我们的抽样方法 有统计抽样 有非统计抽样 然后我们统计抽样当中 有传统变量抽样 有均值法 差额法 比率法 还有货币单元抽样 然后非统计抽样呢 有差额法比率法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传统变量抽样 那传统变量抽样 这块呢 一颗星熟悉 偶尔会考我们的多选题 那我们需要把它的 优缺点掌握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传统变量抽样 传统变量抽样呢 它是运用正态分布的理论 然后根据样本的结果 推断总体的特征 它的关键词就是正态分布 什么是正态分布 你看这样的 就是典型的正态分布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第一 如果账面的金额 和审定金额之间 存在较多的差异 传统变量抽印 可能只需要较小的 样本规模 就能满足审计目标 看它的意思是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呀 因为样本规模越大 不就意味着 我们费的时间越多吗 好 它的优点就是 相对来说样本小 第二 注册会计师关注的 总体的低估时 使用传统变量抽样 比货币单元抽样更适合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讲 传统变量抽样的优点 都是和货币单元抽样相对的 货币单元抽样的缺点 就是我们传统变量抽样的优点 所以它是和货币单元抽样 进行比较的 那货币单元抽样 要注意 它特别适合插高估 也就是虚增虚构的问题 但是它不适合插低估 而我们传统变量抽样 可以插低估 好 这个关键词就是低估好 那接着看第三 需要在每一层 追加选取额外的 样本项目时 传统变量抽样 更易于扩大 样本规模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里面有一些统计学的原理 我们就不用过度追究了 把这个结论记住就可以了 也就是它是相对来说 比较好扩大的 第四 对领域额或者负额额的项目 选取的时候 传统变量抽样 不需要在设计时 予以特别的考虑 那么其实这点 也是和我们的 货币单元抽样做对比的 那货币单元抽样呢 它是比较适合插高估的 金额越大 越容易被抽出来 而如果一旦出现 领域额和负额额 压根就没有机会选出来 所以货币单元抽样 不适合插低估 不适合插 领域额负额额 但是我们传统变量抽样 就可以做到 好 这个关键词就是零负查 零额和负额额都可以查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缺点 这个缺点呢 其实就是我们 货币单元抽样的优点 它们是相对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传统变量抽样 比货币单元抽样更复杂 促测快递师 通常需要借助计算机程序 这是它第一个缺点 那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 二和一的程序 我在前面也说了 它实际上像一个 混血儿一样的 那货币单元抽样 现在呢 比较受欢迎 它为什么会受欢迎 主要是因为 它吸收了我们属性抽样 和我们变量抽样 它们两者的优点 那就像混血儿 它为什么长得特别的漂亮 就像我那个朋友 他是浙江人 他老公是英国人 其实你再看他两个人 就是这类对父母啊 感觉就很普通的人 但是他女儿就出奇的漂亮 为什么 因为他是混血儿 他吸收的都是 优良的基因 而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 它之所以非常受欢迎 关键在于 它也是吸收了 两方的优良基因 它操作比较简单 因为它操作比较简单 所以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再举个例子 就拿我自己来说 我在生活中 就喜欢买那种 带拉链的鞋子 我觉得一拉 一秒钟就解决 非常省事 我不喜欢买 那种带鞋带的鞋子 因为鞋带要系啊 要调呀 要弄啊 感觉就比较费事 一费事就不愿意穿它了 所以我们的货币单元抽样 它相对来说 操作比较简单 而传统变量抽样 操作起来就比较复杂 好 我们接着看第二个确定 第二个确定是什么呢 在传统变量抽样当中 确定样本规模是 注册会计师需要估计 总体特征的标准差 为什么需要估计 这点我们在前面不说过了吗 如果总体 它的变性越大 往往意味着 样本规模就要越大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分层 对吧 所以我们在用传统变量抽样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它的变性 到底大还是小 而这种估计往往难以做出 这个标准差的估计不太好弄 那注册会计师可能利用 以前对总体的了解 或根据初始样本的标准差 进行估计 这是它的第二个缺点 难估计标准差 那第三 如果存在非常大的项目 或者在总体的账面金额 与审定金额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并且样本规模比较小 正态分布理论可能不适用 注册会计师更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那么这第三个缺点 实际上就是 由于我们的传统变量抽样 它有一个前提 它用的是正态分布的理论 那么正态分布理论 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 才能适用的 如果这些前提条件不满足的话 那我们的传统变量抽样 它的结论就会出错 这是它的第三个缺点 第三个缺点 它的关键词就是 项目大 差异大 样本小 已出错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缺点 如果几乎不存在错报 传统变量抽样当中的 差异法和比率法 将无法使用 对我们的差异法和比率法 它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如果前提条件不满足的话 它用不了 因此这个关键词是有限制 好 我们传统变量抽样 这里面有 均值法 差异法和比率法 那么对我们的 传统变量抽样 它的优缺点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要和货币单元抽样 要对应起来学习 因为考试的时候 这个优缺点 容易考我们的客观题 那我在这里呢 把优点和缺点 给大家汇总在一起了 大家用这个口诀 可以进行记忆啊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我们常见的三种方法 均值法 差异法和比率法 首先 第一个是均值法 那对均值法呢 它的计算 大家需要找我 因为偶尔会考它的计算啊 我们来看什么是均值法 注册会计师 先计算出样本中 所有项目审定金额的 平均值 他强调的是 我先计算出平均值 然后用这个样本的平均值 乘以总体的规模 得出总体金额的一个估计值 先算平均值 再乘规模 然后得出我们总体的估计值 总体的估计金额 和账面金额之间的差额 就是推断的总体错报 你看从这个电影当中 就知道它整体一个 计算步骤 那下面呢 我们通过公式 把它的计算步骤 展示出来 它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什么呢 我们计算样本的 平均审计的金额 你看均值法 均值法 我就要计算 平均审计的金额 好 样本的平均的金额 等于什么呢 样本的审定金额 除以样本的规模 然后第二步 我要计算 估计的总体的金额 那估计的总体金额 怎么计算呢 用我们第一步算出来的 样本的平均金额 乘以总体的规模 就得到了 接着我们进入第三步 我们就要算出 估计的总体错报 到底是多少 那这个推断的 总体错报 等于多少呢 总体的 账面的金额 减去我们第二步 算出的估计的总体金额 这样就算出来了 这里要注意一下 我们均值法 是有相应的 使用条件的 如果未对总体 进行分层 注册会计师 通常不使用均值法 那也就是说 假如我们现在的总体 它内部的变异性特别的大 那这样的话 可能样本规模就特别大 对吧 我们怎么来进行应对呢 往往就要进行分层 所以这里就强调 如果没对总体进行分层 通常不使用均值法 因为可能样本规模就特别的大 样本规模一旦特别大的话 就和我们使用审计抽样的 初心相冲突了 我们之所以要使用审计抽样 不就是为了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 提高效率吗 所以我们均值法 它的前提就是 一定要分层 降低变异性 下面呢 我们通过例子来详细的看一下 均值法究竟怎么计算呢 你看 作则会计师从总体规模为1000 账面金额为100万的存货项目当中 随机选择了200个项目 做一样本 我们选了200个啊 第一 我确定了正确的采购价格 并重新计算了价格和数量成绩之后呢 注册款 你是将200个项目的审计金额 加总以后除以200 这样得到了 每个平均的审计金额是980 好 这就是第一步 我把平均的审计的金额算出来了 接着我们进入第二步 我们来计算估计的总体金额 那估计的总体金额怎么计算呢 你看每个是980对吧 每个均值是980 乘以1000 这样就得到了98万元 好 下面我们进入第三步 第三步怎么算呢 很简单了 就用你看 我们账面的金额是100万 然后我们估计的总体金额是98万 这样就得到2万元了 好 这就是它的三步法 那整体这种计算其实都比较简单 就是大家要知道它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那对我们均值法呢 它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 它第一步就是要计算我们的平均金额 你看 这个平均金额 这是第一步要算出来的 平均金额算出来之后 第二步我们做一个放大 那么乘以总体规模 就得到了估计的总体金额 接着进入第三步 第三步就算我们 总体的账面金额 减去总体的估计金额 这样就推断出总体的错保 好 它是这样一个步骤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用我们这样图来表示的话 会更加的直观 便于大家记住这个计算的步骤 那接着我们看 第二个方法 叫XR法 那XR法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它是样本的审定金额 和账面金额的平均差额 它一上来就算的是 我们样本和账面的差额 而且是平均差额 然后以平均差额乘以总体的规模 从而求出总体的实际金额 和账面金额之间的一个 差额的一种方法 那我们来看 它的公式是什么呢 第一步计算样本的平均错保 你看我们刚才那个峻值法 是计算我们样本平均的审定金额 而这里直接计算错保 它计算的是平均错保 所以这叫XR法 然后你看我们样本的平均错保 怎么算的呀 用样本的账面金额 减去样本的审定金额 再处样本规模得到的 好 我们第一步已经把我们 样本的平均错保给算出来了 接着我们进入第二步 我们就要推断总体错保了 那推断的总体错保 等于样本的平均错保 乘以总体的规模 你看第一步 我把平均的错保算出来了 然后接着我看 我到底总体的规模多大 是一千的还是一万的 我一成一千一万出来了 好 这是推断的总体错保 那其实我们算出 推断的总体错保就够了 那后面还有一步是啥呢 估计的总体金额等于 总体的账面金额 减去推断的总体错保 实际上这一步用不上了 我们用中间的红色的就够了 对呀 我们使用这个审计抽样的方法 最后不就是为了估计 总体的一个推断的错保吗 对吧 好 接着我们看使用条件 那对于差额法 它上来就要算平均错保 因此它需要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我们项目当中存在错保 如果项目当中不存在错保的话 你看我们项目的平均错保就是零了 这样的话后面没法算了 好 这是我们第二个方法 对第二个方法 我们用图来进行表示的话 第一步就要算样本的平均错保 这是我们审定的金额 这是我们样本的金额 那这样我们算出我们样本的平均错保 接着呢 我们第二步要放大 怎么放大 你看我样本的平均错保一算出来之后 再乘一个总体的规模 这样就得到了推断的总体的错保 好 从这就看到 我们用差额法的话 我们计算步骤比较少 只有两步 而我们刚才均值法是三步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三种方法 比率法 什么是比率法呢 那顾名思义 要算比率 算什么的比率呢 以样本的实际金额 和样本的账面金额之间的比率关系 来估计 我们总体的实际金额和总体账面金额之间的比率关系 看 我算出我的比率是多少 然后推断你的比率是多少 然后再以这个比率去成总体的账面金额 从而求出估计的总体实际金额的一种抽样方法 它重点要算比率 那我们来看它计算的公式 第一步计算比率 这个比率怎么算呢 用我们样本的审定金额 除以账面的金额 你看我们第一步把这个比率先转传 接着第二步 我们要估计总体的金额 那我们估计的总体金额怎么来算呢 用我们总体的账面金额乘以这个比率就估计出来了 第三步我们就可以推断总体的错报了 推断的总体错报 用我们总体的账面金额减去估计的总体金额这样得到 那对我们的比率法呢 要求也是我们的项目要存在错报 如果不存在的话 这个方法也没办法使用 那我们通过图示来看一下 你看对我们比率法 它强调的是两者 第一步要算比率 样本的审定金额 除以样本的账面金额 把这个比率先算算 然后第二步 估计总体金额 用总体的账面金额乘以相应的比率 得到 那第三步在我们总体的账面金额再减去 总体的估计金额就得到了 好 从这里可以看到 比率法它也是三步 那在这里 我们一再强调一下 我们的差诱法是两步 而我们的均值法和比率法都是三步 下面呢 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的三种方法 它们都是有相应的一个适用条件的 均值法一定要分层 如果没有对总体金分层的话 出色会计是通常不使用均值法 因为变异性太大的话 会导致样本规模过大 这样审计效率就太低下了 这是第一个均值法 然后呢 比率法和差诱法呢 它的前提是一定要有错报 如果没有错报的情况之下 可能用不了 我们详细来看一下 比率法和差诱法都要求 样本项目存在错报 如果我们样本项目的 审计金额和账面金额 之间没有错报 这两种方法使用的公式 所隐含的机会 就会导致出现错误的结论 那什么意思 你看我们刚才来看一下 这个差诱法 差诱法是第一步计算 样本的平均错报 如果我现在没有错诱的话 样本的平均错报出来就是零 那我后面根本没办法 往下走吧 对吧 所以它要求比率法和差诱法 一定有错 接着我们来看 如果注册会计是决定使用统计抽样 且预计没有差异 或者有少量差异 就不要使用我们的比率法和差诱法 而考虑使用其他的方法 如军制法呀 如货币单元抽样呀 因此你可以看到 各种方法都有它一些适用的条件 我们要满足相应的条件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如果发现错报的金额和项目的金额 紧密相关 注册会计是通常选择比率法 它这个错报的金额和项目的金额 关系特别密切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用比率法 如果发现错报的金额和数量密切相关 那我们就去采用差额法 好 对此呢 我给大家组建了一个记忆口诀 大家可以用记忆口诀 把它适用的条件给记下来 应对我们的客观题 下面呢 我们来看到例题 这是2012年的真题 在我们1年 1 2年以前的时候 我们的审计抽样 还是蛮受重视的 动不动还靠简答题 也就是一道简答题 就靠我们的审计抽样 但是现在呢 一般不采用做模式了 现在的审计抽样 在主观题当中考核 往往是我们综合题当中一小问 或者简答题当中一小问 它不会占据我们整个简答题 那我们12年这道题目呢 比较有意思 这道题目要求我们 均值法 差额法 比率法 都要回计算 下面呢我们来练习一下 A注册会计师负责审计 甲公司一年度的财务报表 在针对存货实施细节测试时 A注册会计师决定采用 传统变量抽样方法 实施统计抽样 甲公司一年12月31日 存货的账面余额合计是1.5个亿 A注册会计师确定的 总体规模是3000 样本规模是200 然后样本的账面余额合计是1200万 样本的审定金额合计是800万 然后请代A注册会计师 分别采用均值法 差额法和比率法 计算推断总体的粗暴金额 这就是我们三个方法都考了一遍 那这三个方法呢 大家需要掌握怎么来计算 公司要掌握 我们通过这道题来练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均值法 那均值法我们第一步 要计算样本的审定金额的平均值 对吧 你看样本的审定金额 它是多少 已经题目当中给了800万 样本规模是多少 是20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4万 好 接着进入第二步 估计的总体金额 那估计的总体金额 不就是用我们样本审定的这个平均值 再乘以总体的规模得到了吗 这些在我们题目当中 都能找到一致 像总体规模 像我们刚才算出来的平均值 一代入就可以得到 因此用我们的4万 曾以3000 得到1.2个亿 好 第三步我们要计算 我们推断的总体错报 这样用我们总体的账面金额 减去我们刚算出来估计的金额 我们总体的账面金额 是1.5个亿 我们估计的是1.2个亿 因此中间像差3000万 这就是推断的总体错报 那这是第一个 用均值法计算了一下 接着我们用第二个方法 插个法 你看自己要求同学们 要会计算 那现在考试的时候呢 在我们题目当中 他说他用XO法计算出来 金额是多少 我们注册管理师 就要会判断 他计算的对还是不对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XO法怎么计算 对我们样本的账面金额 减去我们样本的审定金额 再出于样本规模 这样算出我们的平均错报 这是我们第一步 要算样本的平均错报 你看用1200万减去800万 这就是账面金额和审定金额 也就是样本的账面 和样本的审定 他们的一个差额 再除以样本的规模 这样得到我们2万元 而我们的XO法呢 它计算步骤相对比较少 只有两步 第二步 我们就可以推断总体的错报 用我们样本的平均错报 乘以总体的规模就得到 你看样本的平均错报 我们刚才算出来了 是2万 然后乘以我们总体的规模 3000 这样就得到了6000万 好 接着我们看第三种方法 比率法 比率法呢 它第一步一定要先算一下 样本的审定金额和样本的账面金额 之间的比率 你看 我们的审定是800万 然后账面是1200万 这样得到 三分之二 第二步 我们要估计总体的金额 那怎么估计呢 用总体的账面金额乘以 我们刚才算出了这个比率 好 这样用1.5亿乘以三分之二 那么得到一个亿 最后我们来推断总体的错报 那我们推断总体的错报 用总体的账面的金额 减去估计的总体金额 你看我们总体的账面金额 体股当中是已知的 1.5个亿 而估计的总体金额 咱们刚算出来是一个亿 最后得到的是5000万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啊 我们三种方法 你看均值法 算出来的推断的总体错报 是3000万 然后差误法是6000万 接着是比率法是5000万 哪两个结果比较相似啊 比率法和差误法 对吧 好 你可以看到 用不同的方法 它可能推断的金额 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可能差异还比较大 你看均值法 和我们的比率法 和我们的这个差误法 整整 相差了一倍啊 所以 在我们实物当中 究竟用哪种方法 那我们根据具体的情况 看它实物满足前提条件 有的时候 出于谨慎性考虑 可能有几种方法 都来算一下 那最后选择一个 相对来说 居中的一个值 就拿我们 这道题来说 有均值 有差额 有比率法 那么 你看三个值 一个3000万 一个6000万 一个5000万 出于谨慎性考虑 往5000万或6000万上靠 而不会选择这3000万 好 这是我们这道题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点 关于特殊情况的处理 首先来看 第一个情形 其中测试 如果在其中实施细节测试 用到审计抽样 注册会计师只能根据 样本的结果推断 从中选取样本 总体的错报金额 那这里要注意 注册会计师需要实施 进一步审计程序 以确定能否将 其中测试得出的结论 合理延伸至期末 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关于什么时间测试 后续如何处理 是我们第八章 要大讲特奖内容 我们的细节测试 一般在期末座 也不是说 其中一点都不能做 满足一些条件 可以在其中做 而我们的控测试 它出于成本效益原则 往往都是在其中做的 因为被审计单位 它的内控 它是有内在的总一贯性的 所以我们在其中做 是没问题的 但细节测试 在其中做 都要满足特殊的条件 那这里面就说了 如果我们在其中做了 用到了审计抽样 那这也是我们只能 根据样本的结果推断 从中选取 总体的错报金额 也就是说只能是推到这个时间点 如果我们到11月1号 那就推到此时 而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往往审的都是1到12月份 对吗 它还有两个月没有覆盖到呢 那做这个会计是需要实施 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以确定能否将其中测试 得出的结论和理延伸之期吗 你对11到12月份 你还要做程序进行覆盖 而且要中和考虑 好 这是关于其中测试 那这一块会在我们第八章 大奖特奖 现在灌个耳音就行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分层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做细节测试的时候 假如说它整体的变异性比较大 那我们就需要用分层的方法 来降低整体的变异性 从而来降低我们样本的规模 那如果是使用了分层的方法 我们怎么来推断错报呢 这里要注意 这个错报的总额就应该等于 每层的分层的错报 再加上个别的重大的项目的错报 一起汇总而得出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了 如果我们现在对它的应收账款 做相应的一个抽样的时候 我们把它分了三层 500万到600万 然后100万到200万 接着是30万到50万 我们分了这三层对吧 那我们对这三层 它的错报我们要单独算出来 然后最后再汇总相加 那除了这以外 我们在前面说过 这家单位还有10个账户 金额特别的大 这10个账户加在一起 就已经8000万了 那么这些账户加在一起 才1800万对吧 对这10个账户要一一进行测试 这10个账户有的错报 我也要单独一个一个拎出来 最后做一个汇总 我们分层的错报汇总的金额 和个别重大错报汇总的金额 最终得到我们错报的总额 在这里还要稍微链接一下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我们的错报 分为推断错报 事实错报和判断错报 那接着对这种分层 我们具体怎么来处理呢 第一 注册会计师在设计样本时 将进行抽样的项目分为几层 则要每层分别推断错报 你看我们刚才分了三层 我们对这三层一定要分别推断错报 第二 然后将各层推断的金额加总 计算出估计的总体错报 我这三层各有多少错报 我把这三层错报汇总在一起 加记在一起 然后注册会计师还要将进行100%检查的 各个别重大项目发现的所有错报 和推断的错报金额进行汇总 我们前面有十个账户的金额特别大 这十个账户它出现的错报 我们也全部要加在一起 好 这是我们特殊的情形 两点考虑 一个是其中测试的问题 一个是分层的问题 那么接着我们要考虑抽样的风险 这点和我们控测试是一样的 我们在评价样本的时候都要考虑抽样的风险 为什么 因为你使用的是抽样的方法 一旦使用了就要考虑它的风险 我们来看基本要求 无论是统计抽样还是非统计抽样 注册会计师在评价样本结果是 都硬考虑抽样风险 都必须要考虑 为什么呀 因为虽然在我们细节测试当中 推断的错报是注册会计师对总体错报 做出的最佳估计 当推断错报接近可能的错报时 实际的错报有可能已经超过了 可能错报 这个关键年就在于我们是抽样 我们不是全查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没有漏网之余 好 这是我们基本要求 一定要考虑抽样风险 那接着我们来看非统计抽样 如果我们是用非统计抽样 注册会计师运用职业判断和经验 考虑抽样风险 这个统计抽样不一样 统计抽样是可以精确的计量的 而我们非统计抽样就靠职业判断了 靠我们的经验了 例如某账户的账面的金额是100万元 可容忍错报是5万 根据适当的样本 推断的总体错报是1万 由于推断的总体的错报 远远低于可容忍错报 你看我们这里的这个标准是5万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推断的总体错报是1万 哎呦 还差了4万呢 由于它远远低于 所以我们注册会计师就可以合理确信 实际的总体的错报超过可容忍错报 5万的这种风险是很低的 所以这个结果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也就是说这个账户 我们判断它是不存在总大错报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 如果我用的是统计抽样的方法呢 我用统计抽样的方法的话 考虑抽样风险的时候 就一定要使用总体错报的上限 我们在讲控测试的时候 是不是也给大家说了 总体偏差率的上限 一旦看到带上限两个字 你就要条线反射 那用的是统计抽样的方法 是可以精确的计量 精确的控制的 嗯 下面我们来看样本的结果评价 那样本的结果评价呢 这块注意容易考 我们的主观题 有的时候我们的单选题 多选题也会考核 好 首先我们来看统计抽样 那统计抽样 用我们的总体错报的上限 和可用的错报做对比 注意统计抽样 它一定带上限两个字啊 这里注意 假如说我们现在定出的 可用的错报是五万 嗯 结果呢 我们现在推断出来的 总体错报上限是七万 能接受吗 肯定不能接受呀 超过了 对吧 如果等于的话能接受吗 注意不能 为啥 因为你想啊 我们现在毕竟抽样不是全差呀 对不对 所以不能接受 小于可不可以接受 哎 可以接受了 好 这是我们的统计抽样 那我们用的图来表示的话 你看 我们的可论抽报是三百万 好 如果等于的话不能接受 高于的话不能接受 低的话可以接受 这就是我们统计抽样 比较简单 粗暴 因为它在设计的时候是费了很多功夫的 所以在最后得出结论的时候就比较省事 那接着我们要看的是非统计抽样 非统计抽样呢 第一种情况 如果大于的话不能接受 等于的话不能接受 如果低于但是很接近的话 也不能接受 如果不大不小的话 扩大样子规模 大大低于才可以接受 从那就可以看到 跟我们的控测试当中 评价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的非统计抽样都是 在前面的时候设计的 它省事了 对吧 用职业判断 就可以了 那后面评价的时候 它就一定要小心谨慎 要把抽样风险考虑进去 所以你看 我们这里分了五种情况 对不对 而你看我们的统计抽样 就三种情况 所以比较简单 好 下面呢 我们通过看图 来把我们刚才的 非统计抽样 它的结果评价 再加深下理解啊 你看 我们照样是 最大的可认错报是 300万 如果等于300万 能接受吗 不能 然后低于它 但是非常接近了 能接受吗 不能 高于它呢 更不能了 对吧 如果不大不小呢 不大不小的话 我们扩大样子规模 看看它到底还有没有错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抽样嘛 大大低于呢 大大低于我比较放心 可以接受 好 接下来就要考虑 错报的性质和原因 这点和我们控测 也是比较类似的啊 因为你看 我们刚才这种评价 其实都是定量的评价 我们看金额的 那下面我们就要看性质 看原因了 除了评价 错报的金额 频率和抽样的风险以外 注册快递查 应当考虑 错报的性质和原因 是原则 还是应用方面的差异 是错误 还是舞弊导致 是误解指令 还是初心大意所致 我们要看看 有没有一些 比较 比较让我们震惊的一些原因 如舞弊 如果是舞弊的话 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 对吧 你的错误到底是什么 什么原因导致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抽样 不是全查呀 如果我们在抽样过程当中 发现了一个错报 这个错报的金额不大 才50万 但是如果这个错报 是舞弊导致的 那你就要想想 舞弊它往往是 蓄谋已久的 往往是精心策划的 我们现在查到的可能只是冰山的一小角而已 当我们真正的保持高度的职业怀疑 把这个舞弊的面纱揭开 那是一座非常吓人的冰山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评价它的性质和原因 接着呢 我们还要考虑错报和审计 其工作阶段 其他一些阶段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它对我们后续的工作 会产生什么样影响 接下来我们看咬文嚼字 这种三分 细节测试和控测试的样门评价有什么不同 注意我们细节测试和控测试都分为统计抽样 和非统计抽样 但是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的非统计抽样 它是五条线对吧 然后我们统计抽样这是三条线 但是我们控制测试的统计抽样 还多一条线 有一个扩大样本规模 我们的这个细节测试就没有 为什么呀 因为细节测试它直接是查实错报的 错就是错 对就是对 它是统计抽样 它已经非常精确的计量和控制抽样分析 所以它没有中间的一项扩大样本规模 这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统计抽样是三条线 在细节测试当中应用是三条线 在控测试当中应用是四条线 那接着评价结果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如何记 你可以用我们这张图来记 这个图来记的话相对来说 比较直观比较形象 记得会比较深刻 因为这跟我们大脑的结构和大脑实际的一个特点相关 对那种图形啊 对那颜色特别鲜艳的呀 然后对那种比较兴起的呀 比较夸张的呀 比较独特的呀 往往记得特别的深刻 第三为什么一定要考虑错报的性质和原因 不考虑有什么危害 因为你看我们刚才的评价 实际上都是定量的评价 对吧 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些评价 其实都是定量的 看你的错报的金额和我们可论的错报的金额 它们是一个什么关系 是等于呢 是大于呢 还是小于 这是定量的考虑 那除了定量考虑 我们一定要定性考虑 要考虑 你这个错报什么原因导致的 对吧 如果是舞弊 如果是一些特殊原因 那我们要相当的谨慎小心 不能光看金额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点 得出总体的结论 那这块呢 容易考虑关题 不过这块内容呢 是结合我们第八章内容进行考核的 第八章现在还没讲 所以现在呢 大家先惯个耳音 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就可以了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调查错报 如果样本的结果 不支持总体的账面金额 且注册会计认为 账面金额可能存在错报 注册会计是通常会建议 被审计单位 对错报进行调查 并在必要时调整 账面记录 这是第一步 如果我们做完抽样以后 我们发现 这个金额 它是不支持总体的账面金额 也就是存在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往往要建议 被审计单位 要对错报进行调查 如果真的是查实了错报 我们要要求它做一个调整 要调账的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步 汇总未更正错报 依据被审单位 已更正的错报 对推断错报的一个调整以后 做此话题是 应当将该类交易或账户余额 剩余的推断错报 和其他交易账户余额的错报 总额累积起来 以评价财务报表 整体是否存在 做它错报 好 这是第二步 汇总未更正错报 那么第三步是记录错报 无论样本的结果是否表明 错报的总额 超过可认的错报 那么注册会计师 都应当要求被审单位管理层 记录已发现的实时错报 除非明显微小 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说过 我们明显微小错报 零解释是一个分界线 如果低于它的 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不用管它了 我们可以不累积 也可以不用要求管理层进行更正 对吧 但如果一旦高于它了 对不起 必须有累积 必须要更正 所以这里和前面讲的内容 对应上了 那我们接着看注意事项 如果样本结果表明 注册会计师做出抽样计划 是依据的假设引物 注册会计师应当采取 适当的行动 这什么意思 看举的例子 如果细节测试当中 发现的错报金额 或者频率大于 一级重大错报风险 评估水平做出预期 注册会计师需要考虑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水平 是否仍然适当 注册会计师也可能决定修改 对重大错报风险评估水平 低于最高水平 其他账户逆实施的审计程序 那么这块意思就是 我原来预计 在家单位最多的错报 是不超过200万 但是我实际测试下来 哎呦太吓人了 它已经错到了1000万了 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 那这会比我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 对我后续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我叫反思 我原来估计它能够错200万 现在我实际查下来 它错1000万 说明我原来对它做的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过于乐观了 可能我原来把它评估为 中风险水平 实际上它应该是高风险水平 那如果把它调整成高风险水平 我就要想到 我还要补充做哪些工作 还要多做哪些程序 它说的这个意思 那接着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细节测试的结果 对审理件的影响图 因为你看 我们这里面得出总结论是三步 一个是调查错报 一个是汇总 未根据错报 一个是记录错报 我们刚才把整体的过程说了一遍 下面呢 我们再通过一张图 来对我们刚才讲的理论的知识呢 进行一个强化的理解 同时这张图 也把我们以前讲的第二张相关的知识 给大家联系在一起 这张图就是细节测试的结果 对审理件的一个影响图 首先我们现在去审计假公司 然后我们对它的销售费用的发生力 做测试 它的销售费用一共 发生了两万笔 好 一共是两万笔 然后我们呢 使用了审计抽样的方法 我们抽出的样本测试出来 它的错报金额是多少呢 是二十万 那接着我们要以小国大 因为这是样本的错报 我们还要推断总体的错报 对吧 那总体的错报是多少呢 我们推断出来是两千万 好 这两千万再减去 二十万 一千九百八十万 就是最终的推断错报 因为这两千万它是放大的嘛 中间含二十万的事实错报 所以要把它二十万减掉 这一千九百八十万 它就是推断的错报 如果这一千九百八十万 那这个金额和我们前面的一个可容忍错报金额一笔 发现天哪 远远超过了我们可容忍错报 那么这时候就是样本的结果 它不支持账面 对吧 不支持账面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这时候我们应该和管理曾经沟通 要求他进行调查 同时我们要把一些工作做扎实了 因为这一千九百八十万 它实际上是一个虚的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错报 是我们推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和管理曾沟通 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多做一些程序 去查识到底错报是多少 因为这个一千九百八十万 假如它是远远超过我们报表的整体重要性 六百万的话 那这错误经过特别大的话 我们就要高度警觉 我们要特别小心了 这就是要求调查 那接着呢 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给大家说过 我们的错报呢 有三类 一个是推断错报 一个是判断错报 一个是事实错报 推断错报它是虚的 你看一千九百万 一千九百八十万 它是虚的 并不是事实 是我们用这种 以小博大的方式推出来的 而判断错报和事实错报 是可以直接领加的 那我们把审计假公司的判断错报 还有它的事实错报 累加起来 然后呢 同时我们还要和明显微小错报 零戒指去对比 这个判断错报和明显微小 零戒指对比一次 然后事实错报也对比一次 假如说 它是低于我们明显微小错报 零戒指的 那么这时候这种错报 我就可以忽略不计 假如被审理单位 它的明显微小错报 零戒指是三十万 而我现在有一个事实错报 是十五万 那它低于三十万 我就可以忽略不计 就可以不用管它 好 这是和我们明显微小错报 零戒指去对比 假如小于 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 但如果不是明显微小错报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必须要累积 要要求管理层更正 这是我们第二章讲过的 对不对 如果管理层 它比较配合我们 我们现在一共给它汇总了 十五项错报 一一做出了调整分路 那对方非常配合 全部更正了 那全部更正了 有错就改是好孩子 对不对 所以不影响我们审计这些类型 我们照样给它发表 干干净净的物保人件 如果管理层 对我们给它写的 十五项调整分路 也就是十五项错报 它只更正了其中十二项 还有留下三项 它就是不更正 那这也是我们要评价 它没有更正了三项的影响 要和我们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水平去对比 同时从性质上 也要再做一下考量 假如说 我们一对比 发现无论是性质还是金额 它都不构成重大错报 也就是这三笔 未根认错报 都不构成重大错报 我们照样发表 无保留意见 如果 那我们的管理层 特别的拒 拟子脖子不肯改 我打死也不改 那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发现 它影响到 报表使用者决策了 那对不起 我们不可能给你发表 干干净净的 无保留意见 就会出现 其他的一件类型 好 这就是我们的细节测试的结果 对审计意见的 一个影响图 而我们使用审计抽样 那其实是为了 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效率 但是用审计抽样 它就会存在一个 它出来的这个 推断错报 它是虚的 我们要把这个虚的坐实 就在这里把它坐实 然后其他的坐实以后 查完它到底有多少事实错报 再加判断错报 然后去看 要不要累积 要不要要求管理层跟正 如果需要累积 需要跟正 接着我们再看 对方有没有跟正完 跟正完了 那无保留一件 如果没跟正完 我们再和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去对比 从定性和定量 两个角度去考量 如果不影响 那没问题 发表无保留一件 如果影响 那就是其他一件 好 这就把我们 审计抽样的知识 和我们第二章讲的 重要性的知识 全部结合在一起了 那接着我们在 讲控测试当中应用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了 了解内控控测试 和适应程序的一个关系图 那么这两者呢 它是可以结合的 怎么结合呢 给大家再窜一下啊 因为这块内容 大家是一定要理解的 理解以后呢 我们再学第七第八章 以及我们第十八十九章的时候 才不会有太大的障碍 尤其是我们第十八十九章 那都是考主观题的 你必须要理解 你才能够判断出来 下面呢 我再给大家过一下哈 你看 我们做审计程序的开端是什么 是做风险评估程序 那我们做风险评估程序的时候 往往要了解 被审计单位的内控 那么了解下来 如果它的内控设计是合理的 而且得到了执行 这时候我就想 你看它的内控设计这么好 又得到了执行 那我可不可以信赖它一下呀 我信赖了 如果它内控真的是很棒的 那我就可以适当减少 实际程序的呀 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之上 提高效率 所以看我就做控测试了 那如果我做控测试的时候 像那种人工的控制 留下了运行轨迹的人工控制 假如说它的发生量特别特别的大 这时候在这个环节 我就会用到抽样 用抽样种方法 来提高效率 而用抽样以后 我发现 总体偏差率和可认偏差区对比 假如说对比下来 它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原来预计它的内控是有效的 说明这个结论是OK的 是适当的 这时候我就可以如愿以偿的 减少实际程序 假如正常应该做100个实际程序 我现在就可以减少 我就可以做80个 可以少做20个 对我来说提高效率对吧 好这是一条比较理想的路 可是我往往听到的话就是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对吧 那还有一条红色的悲催的路 我了解完它内控好 对吧 我打算信赖它 那我就开始真实测试吧 结果一测 那这个量也是特别大 由于特别大嘛 我就用到了抽样 对不对 用抽样的方法来提高效率 那结果啊 它的这个总体偏差率 是超过可容忍偏差率的 那我能接受吗 肯定不能接受了 我原来对它的期望是 它内控是有效的 我原来对它有这样的一个期望 那现在呢 落空了 对吧 落空了以后 你还能够减少实际程序吗 还能从100减到80吗 不能 因为你原计划是想减到80的 是走绿色的这条 比较理想的路线 结果 这条路走不通了 你现在根本不能减少 老老实实做100个吧 如果 你在测的过程当中 发现的内控特别的差 到处都是问题 哎呀 这时候 你心就拔梁拔梁 而且 你还要考虑 它的风险可能比较大哦 你原来估计的太乐观了哦 做100个程序够不够啊 说不定还要再增加哦 增加到120个 好 这就是我们了解内控 和控测试 它的一个 以及实际程序的一个关系图 你看 我们了解内控 以及做控测试 影响的就是 我要不要减少 实际程序的量 而 我们在做实际程序的时候 分为两种 一个是细节测试 一个是实际分析程序 那如果是做细节测试 做的时候量特别的大 又会用到抽样 那么 这时候就会用到这张图 看到了吗 这两张图就连起来了 好 希望通过给大家讲解这两张图 让大家能把我们第二张 中药性相关的知识 然后 我们第四张 抽样相关的知识 以及 我后面的第七第八章的一些知识 都给大家 窜起来了 那这块内容 你要多听 并且你要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你真正理解它 对我们后期做主关题是极有帮助的 因为这两张图都是在靠主关题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咬文嚼子 入文三分 第一 这两张图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刚刚讲过 那这张图是 第一张 你看 因为它是以 减少实际程序 还是不减少实际程序 做结尾的 那这张图就是第二张图 我接着做实际程序 如果做是细节测试的时候 量特别大 那我就要考虑用到抽样 它是这样联系的 好 你能否画出来关键点在哪里 我刚才给大家强调了 这两张图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理解 因为这对我们后期做主关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在去年考完 有好多同学都跟我说 老师 我怎么符合下来 我的主关题分数特别低啊 才20分 17分 18分 我的客观题都能考到38分39分 我实在想不通啊 说明什么 说明一些特别容易考主关题的张图 你掌握的根本不扎实 可能这种基础的思路 你都是不通的 所以如果你的主关题比较薄弱 诗分比较多的话 对于这些地方 你一定要重点理解 重点掌握 不能光靠此进被 而是你要自己把这个思路梳理清楚 下面呢 我们再来做一道多选题 下列有关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审计抽样评价结果的说法中正确 A 在分析样本误差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对所有误差进行定性的评估 这里注意啊 我们在前面说了 无论是误差还是错报 定性和定量都是必不可少的 你不能光从数量上考虑 你必须要从信任上也要考虑 所以这个说法没问题 那接着B 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 高度确信异常误差不影响总体的其余成分 这个说法没问题 你看 如果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误差 而且这个误差特别的奇怪 特别的怪异 那我们一定要实施追加程序 要看看它对我们其他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千万不能随便放弃啊 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职业怀疑 接着我们看C 控测试的抽样风险无法计量 但注册会计师在评价样本 结果是人硬考虑抽样风险 那这里要注意一点 我们控测试的抽样风险 它就一定无法计量吗 假如它使用的是统计抽样是可以计量的 使用非统计抽样是不可以计量的 所以前半句是不对的 后半句没问题 无论是统计还是非统计抽样 它都要考虑抽样风险 对吧 好 那C是错了 接着D 在细节测试中 如果根据样本结果推断的总体错报 小于可容认错报的总体可以接受 那这里注意 还是跟我们C一样 我们一定要注意分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 统计抽样可以 非统计抽样可以吗 一定是大大低于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说法有问题 那我们看在细节测试中 非统计抽样 如果根据样本的结果 推断总体错报小于 但接近可容的错报 总体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就是A和B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咬文嚼字入目三分 为什么要在审计过程中使用抽样 抽样和教材其他内容有什么领悉 因为这是我们抽样的底层逻辑 所以我们自己要把它梳理清楚 当你把底层逻辑梳理清楚之后呢 你在学这张的时候就没那么费劲 不会感觉天哪 第四张审计抽样太难了 太痛苦了 你把它理清楚以后 你会发现的没那么难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说过 我们审计的流程图是 业务承接计划 然后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审计报告 那我们中间这块就是执行审计工作 做审计程序最重要的环节 对吧 那这里看我们在哪些地方 会用到我们的抽样呢 你看我们做风险评估程序的时候 了解被审单位的内控 用得上抽样吗 注意这时候一般抽样不适用 我们前面是不是说过呀 因为我们做风险评估的时候 要了解的越全越好 越多越好 而我们抽样呢 希望这个样本规模越小越好 然后我们要一小不大 对吧 它俩方向是反的 所以了解内控的时候 一般是不适用的 但是我们教材也说了一种特例 什么特例呢 就是了解内控和控测试同时进行 二合一了 那二合一了 它的本质其实还是控测试呀 对吧 这里注意 我们在风险评估阶段 一般是用不上它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 进入风险应对阶段 风险应对阶段呢 我们要分具体的情形 如果我们是做控测试的话 对这种留下了运行轨迹的人工控制 它是适合神级抽氧的 因为其实我们的控制分两类嘛 一个是人工控制 一个是自动化的控制 也就是信息化的控制 对这种留下了运行轨迹的人工控制 如果它的量特别大 我们想提高效率的话 就可以用到抽氧 但是自动化控制又不用抽氧呀 压根不用啊 因为自动化控制 它是一根筋啊 一条线的 你抽上一两笔 它是执行的 你就可以确认它一直执行 所以自动化控制用不上 好 这就在做控制测试的时候 如果是留下运行轨迹的人工控制 量特别大 我们就可以用抽氧来提高效率 那接着是 你看我们做完控制 不就是为了最终的实际程序吗 那我在做实际程序的时候 我们分为两种 一个是细节测试 一个是实际分析程序 那细节测试 如果量又特别大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又可以用到抽氧 而实际分析程序 能用吗 注意用不了 这一点和我们前面的风险评估是类似的 因为分析分析要有数据 它需要的数据越多 它分析的越准 和我们的抽氧刚好相反 我们抽氧需要的是越少越好 它是需要越多越好 所以你看这几个环节 是可以用到抽氧的 希望通过这张图 把我们哪些环节 可以用到抽氧 全都关穿起来 另外呢 我们的抽氧往往它是配合使用的 如果被审计单位 它评论特别的少 我们就全查 如果被审计单位 它的这种评论特别多 那我们一般不是单独用抽氧的 对于这种重大的项目 风险特别高的项目 特别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往往我们是一一抽出来特查 我们要仔仔细去检查 千万不能放过一个危险分子 因为放过一个危险分子 最后它有可能会爆雷的 我们的审计分险会超标的 然后对剩下的 大差不差的 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到抽氧 那用抽氧 它的根本的底层逻辑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之上 提高效率 在我们教台当中 有几处都是这样的 抽氧 还有控测试 以及利用他人的工作 那么利用他人工作 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 控测试底巴掌讲到的 好 希望通过这几张图 把我们抽氧 和我们教材其他内容 全部联系起来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